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伦多的地产经济于浩 今天的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选择大战地的物业 所谓大战地的物业呢,就是说地会比较大的物业 通常是宽和深都会比较长的 比较宽比较宽,然后深会比较长的这种物业 这种物业的选择其实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前阵子我跟一个客人看了不少这样的物业 所以最近研究也拨有心得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说大战地的物业呢 一定要就是地会比较宽,然后比较长 我们说的地呢,一般来说会就是说 这个宽度会过100尺,100ft 然后深度呢,基本上你至少要到这个 如果是100ft的话 深度来说至少要到200以上 为什么呢?如果深度过浅的话 比如说宽度100,如果深度只有150的话 那么这块地呢,形状就不是特别好 它的比例就不是特别好 我认为的大战地的黄金比例 通常来说的话是宽比深要到这个 1比3的这个比比例 也就是说如果是宽是100,那么深最好是到300 为什么要这种比例呢? 因为这种比例,决定的这个房子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就会非常好 如果说是不到这样的比例,房子的坐落的位置会稍微差一些 为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是大战地就必须有一种庄园式的感觉 所以这个房子呢,必须是在这个seat 就是必须是坐在这个这块地的中间 所以它必须有一个前面比较长的一个车道 同时它的后面也必须有一个这个比较长的这个院子 方便你去坐这种游泳池或者说别的景观 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来说,大战地的这个平整度也是非常重要 我之前看的,我觉得我的观念就是说 对平整度没有特别的要求 但是大战地一定要比较平整 为什么要比较平整呢? 因为如果是有斜坡或者说是有小三的话 就是有望或者说有翘的话 它的利用力不是特别高 其实以后你做翻键或者加键 这种地形呢也会极度的影响你的这个规划 以及你的这个建造的这个尺寸 如果是挖下去 如果是挖下去的话 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walk out basement 但是这个挖下去的这个挖的这个尺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斜度啊 slope这个斜度的话 也不能说是非常挖 非常的深 因为如果一旦深的话 它是极度影响你 极度影响你的这个 以后在后院玩的这个程度 你想想看 如果说是有一个 你家有小孩的话 如果后院不是一个平直的 而是一个有斜度的一个院子的话 这个小孩踢球也好 然后就是做游戏也好 是非常不好的 非常危险的 很容易就是滚下去 然后有如果后面是有小三的话 或者说有高度的话 也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来说的话 你的积水 就是房屋的积水 会沉积在地下室 因为它没有办法流出去 像上面后面会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大战地 应该是一块非常平的 叫我们英文叫table land 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足球场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一定要要像足球场这种 这是第二点 就是会非常flat 非常table land的这种感觉 第三点就是说大战地呢 树要尽量的少 我不是说树有树不行 但是树要尽量的少 另外这个比较粗比较大的树 一定不要在房子的周围 或者说这个树呢 在后院会有很多 我们看过多伦多很多 有一些房子 比如说它的深度可以说到300多400多 但是它到后面 几乎都是树的这个尺寸 树的这个范围 但树呢 很多大的树在多伦多因为它是有conservation 就是这种林业保护的这种机构去管理 你每砍一棵大树都需要跟这个政府去申请的 同时这个申请也是非常难的 也是非常耗钱的 所以从这个经济角度上来说 后院尽量不要有太多的树 即使有树的话 它也只能占一小部分 同时它要跟房子的距离要离得特别的远 前院也是一样 我们有时候在 比如说我在前几年 我在旺市看到一些像 乌德连的乌德连的这个小区 乌德连的安克斯这个小区 我看到有一些房子 它的尺寸确实很大 它的地确实很大 但是它有很多的树包围着这个房子 有前院的树 有后院的树 这个来 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特别喜欢的 一来就是说 这些树很难去砍掉 未来你就算去翻建 去加建的话 如果这些树影响到你的这个 加建的这个范围 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第二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树会很挡住阳光 我们是比较喜欢这个光线充足的房子 如果这些树 整日的把这个阳光挡着 其实也是非常阴的 从这个人员消耗上来说 或者说是这个风水上来说的话 给人的能量职场也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尽量的要少数 或者甚至说无数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就是说 这个大战地 因为大多数的大战地是坐落在 比如说郊区或者说农村 比如说像刚才说的 Woodland Anchors 像Mapum的Cashier 或者说是Richmond Hill 比较远的那块 叫Loyal Richmond Hill 还有Arola这块 它是坐落的比较远的地方 所以它大多数是用化粪池 或者说是用这个井水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找专业的这个验房师去验这个井水 以及这个化粪池多久需要换一次 特别是化粪池 多久需要换一次 然后它的井水 多长时间需要重新去更新啊这些 以及井水它的购买 它的这个里面因为矿物质比较多 所以这个井水也是需要注意的环节 找一个专业的验房师去验这方面的东西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 还有就是如果一个 比如说像Cashier 如果说大战地 它的这个井水和这个化粪池 已经跟城市连接了 当然也是一个更好的卖点 你就不需要去整这些东西 如果说是跟城市连接的话 我们说叫它的水就是municipal 如果说是没有连接的话 通常就是where 然后化粪池就是septic 就是它是有化粪池的 所以如果说是跟城市连接了的话 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卖点 还有我在购买这个大战地的时候 会建议大家会去有走两个方向 要么就是说你会选择一块 房子会比较旧 然后将来准备推倒重建的这种地 因为在经济效率 在这个房价上面 通常这种这种价格是不是特别高的 另外就是说如果你的预算 够的话 你可以去选择一个 推就是推倒了重建的这种房子 当然一切都要基于这块地是比较好 比较平整 比较宽阔 视野比较好的这种情况 如果说这块地都没有那么好的话 那这些房子通常就不应该再去仔细的考虑 所以我们选择大战地的情况下 我们会先去选择地的这种规格 地的这种尺寸为主 而不是说选择房子为主 通常我最讨厌的就是70年代或者80年代 造的这种大战地的房子 因为这种房子是非常尴尬的 它在价格上面 也没有说开的那么低 不像一个直接卖地的一个破房子 它在这个 如果你买了这种房子住进去的话 也需要花不少钱去装修 才能达到一个新房子居住的一个目的 所以它里面的状况也是非常糟糕的 里面的condition也是非常糟糕的 这种房子呢 通常价格不会低 另外也要花钱去再花钱去装修 所以会显得鸡肋一点点 我个人不会去推荐这样的房子 就是30年到40年左右 这种状况的房子 业组保养又没有那么好的 这就是大战地的选择的一些标准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有一些区啦 以York Region为主的话 像刚才说的Cashier 就是在Worden和十六街以北的这一段都是大战地 然后还有像这个旺市的Woodland Anchors 就是什么地方 就是大概在这个Teston和Buzzis的这一块 它都是一些大战地 但是Woodland Anchors呢 它的树会非常的多 然后它的这个街啊 也是就是有三坡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种房子呢 选择性上来说是非常难的 除非运气好会碰到一些比较好的 开阔的这些地 还有像Aurora Aurora也是在Aurora East 就是Yang和Bluemington这个地方 这一块它是由很多很多的真夜灵组成的 所以什么叫真夜灵 可以想象一下电影里 电影里拍的那种黑森林 就是像真夜灵的感觉 给了我自己感觉 还是开进去是比较有一点点毛骨手蓝的感觉 然后我在那边看过几间 也都是它会有很多山拱 所以这种山拱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就是有坡 有高上去 有低上去的 这种地也不是特别好 我刚才前面说过 在开发上 或者说以后翻建的情况下 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难以设计 像Richmond Hill在这个Bayview 和这个Bluemington这一带 也有很多的这种大战利的房子 这些呢也这一块呢 它的数会比较少一点点 比较开阔一点点 但它的价格通常来说也不菲 也是非常贵的 所以我们在华人在选择大战利的情况下呢 要根据我前面的这几个标准 或者说几个这个审核的条件去看一看 这也是我前阵子看大战利得出来的一些总结 我觉得这些总结其实比去年我做过一期视频 大战利的视频 我觉得更深刻一点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多看房子作为地产经历来说 你房子看的越多 然后跟客户交流的越多 你每天的这个知识量也在升级 你可能以前认为这是对的 可能现在就觉得这是错的 以前觉得这个合适 可能现在就觉得这个不合适 所以我觉得大战利这种物业 其实是非常难以挑的 它不像一个房子或者说不像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一样 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通常我们在看大战利的时候 要花到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三个月到五个月左右 都是有可能碰到的 所以大家要有耐心的去选择大战利 好谢谢大家